字幕作 без吼音arina 字幕作者 李宗盛 字幕作者 李宗盛 我叫做白針 有的飯 有的街頭 因為我打開期 我那麼歡迎大家繼續回到這個 Agrimian Sky... 任務攻略教學 才會改好聽的東西 今天照舊繼續回到蜜蜂部份 後面是把握到就是打到蜂 如果大家看到就不會理會 今天我們來回蜜蜂的部分部分 上次就講完最基本的蜜蜂的概念 雖然也不少東西 如果大家聽得懂的話 恭喜你們可以繼續做蜜蜂的任務 如果聽不懂的話 嘗嘗嘗就應該搞定 最基本的東西 嘗嘗就應該明白 今天開始講第一件事 通常應該會去到中期 最少你有些比較好的資源來源 如果什麼都沒有就不要想這些部分 這個部分主要是怎樣做這些蜜蜂的任務 雖然你去到這個部分 應該會完成一大部分蜜蜂 去到這個位置附近的時候 如果你還未來 你最好沒有理會這部分 首先第一步就是教育打 用簡單的方法盡快的蜜蜂 上次我們講的這隻閃電蜜蜂 閃電蜜蜂 麻煩你了 上次講到這兩隻蜜蜂 加在一起只有8%才會變 整件事真的很麻煩 那為什麼令它快一點呢 其實是一個方法 我們看看 大家看到這個字叫MUTATRON 它就好像很簡單 我兩隻馬上變成了一隻蜜蜂 那怎麼來呢 我們今天就講這部機 這個MUTATRON 就是這部機 這個變種機 或者是進化機 除了什麼叫的 MUTATRON 麻煩你 這部機怎麼弄呢 就是很多青銅 這裡也是很多青銅 然後這部機也是很多青銅 這個有些石 這個有些石 這個有很多鑽石 所以初期不要想弄這部機 吃很多電 而且非常吃電 所以每次弄一次你需要10萬個RF的電 都不少東西 所以我真的建議大家完成了某些部分 又不需要某個程度才好想這部機 那這部機怎麼做呢 剛才大家應該看得到一點點 即是UI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放兩種蜜蜂進來 當然是你需要那兩種蜜蜂 即是NEI有事 比如說閃電風就放紅石風和英雄風 那當將這兩種蜜蜂放進來之後 就給這部機 需要兩樣東西 不是三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電 第二個就是這個 GENETIC LADWARE 大家看到這個樣子的東西 怎麼弄呢 那LADWARE 看看看看 那這個東西 有些鑽石和玻璃弄16個 就不算太貴的 如果去到中期的話 那有LADWARE之後 還需要一樣東西 我們叫做MUTAGEN 這個 這項的東西 MUTAGEN 這個變種劑 或者進化劑 那樣東西 就需要這部機 這個MUTAGEN PRODUCER 去做出來的 那就要由這部機 輸送那些進化劑 去到旁邊 這個MUTATRON 這個進化機那裡 才可以進化到 那這個MUTAGEN PRODUCER 怎麼做呢 那就 我差一點點傳 這部這樣東西 都不算很難的 都是很多傾銅 那大家如果想詳細 就自己去MUTAGEN 按一下 就不太特別了 那這部東西 就可以將 紅石和玻璃光石 變種劑 每種粉 都會變成100個變種劑 但是 每次你 就算用什麼變 都會吃100萬個RF 所以呢 最建議大家 用紅石的Block去做 因為紅石的Block 是最省電的 即是 用紅石的Block 你每用100萬個RF 可以做到900MB的變種劑 如果螢光石的Block 就是400 如果螢光石粉 或者紅石粉 就是100 但是都是100萬電 所以 最建議打用這個 最省電 就是這樣 那 你做了這些變種劑 之後 就輸入這部變種紀錄 就可以將它自動 如果整齊了這三樣東西 它就會慢慢 其實都不算很慢 都會很快 就會變成 你想變成那隻蜜蜂的封喉 封喉 封喉 不是小蜜蜂 大家要記得 這個就是最基本的蜜蜂進化方法 但是 有些蜜蜂不是這樣的 有些蜜蜂就有點奇怪 例如這隻 龍耕蜜蜂 大家看看 這裡寫著 普通蜜蜂加龍耕蜂 就會變成10% 變成這個 鬼族蜜蜂 但是 大家看著 這行和下一版 那個組合 都是一模一樣 都是普通蜂加龍耕蜂 但是 第一個就是變成貴族蜂 第二個就是變成勤力蜂 它那個合成表 完全一模一樣 那就是 它有機會變成其中一種 如果你放在這個 進化變種機 也有機會變成其中一種 就不一定是你想變那種 那怎樣解決呢 問題就需要這個 Advanced Multatron 這個進化版的Multatron 這個進化機的進化版 那 整法怎樣呢 這部進化機 再加8顆鑽石 然後有很多青銅 那 中期來說其實也不算很便宜 但是 去到中期一點 我真的建議大家做這部 因為如果不是 你做蜜蜂會有點麻煩的 尤其是後期有些需要的蜜蜂 在同一個組合會出很多種不同的東西 那 最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它 以太蜜蜂 對 那這隻東西呢 讓大家看看 全部 用同一個方法 用這個超自然加以太蜜蜂 是會有四種不同的組合 非常之變態 對 所以 大家真的 很喜歡用這部 在後期的時候 大家剛才看到這部 怎麼做 那這部東西 怎麼用呢 其實跟剛才那部差不多 也是要那個 實驗 實驗工具 也是要電 還有這個 變用劑 但是大家看到下面還有一項 就是 讓你選擇 什麼蜜蜂 我們剛才說 普空蜂加 龍鑑蜂蜂 如果我們放進去這部機的時候 那 下面那項 麻煩下面那項 對 有兩種選擇 可以選擇變貴族風 或者變勤蜜蜂 我只可以用這個方法 去指定我們真的想要變成蜜蜂 如果有些我們不想要的東西 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避免去變成 這樣 避免浪費了一點 變種劑 都 非常之好用的一部機 大家去到 玩蜜蜂 到某個程度 記得弄這部耳 另外還有一件有關蜜蜂的東西 就是 上次不是說到一些環境的東西 有些很麻煩 例如蜜蜂的效果 真的很麻煩 那 怎樣去弄走它 大家看到這裡有幾部機 可以弄走它 首先 由最簡單講起 就是由這部講起 最基本的 就是Genetic Transposer 這部有什麼用呢 不是這部機 不是這部 不是這部 糟糕 不是這部 是Genetic Sampler 這是最簡單的 那 怎樣用這部機 大家看到這裡有兩部 還有這裡有不同的東西 那 這部就是用來放 Blank Gen Sampler 做法非常簡單 整個 這個也是放一些實驗工具 那 下面 這裡是電 然後這部就是放 你的蜜蜂 或者樹 什麼都好 我們現在講蜜蜂 那 這裡放的蜜蜂 就是你想要的那種蜜蜂 是要有你想要的基因才行 那 然後 譬如 Force B 上次我們不是說了一些 就是 譬如 這裡 大家看看 它生長環境 譬如是 溫度是正常的 我想要這個基因 所以 我就可以把這個 森林蜜蜂 放入這個位置 那 它就會用走 這些材料的時候 可以在這個森林的封 抽 隨機 抽一條基因出來 那就不一定是你想要的 所以 抽到你想要之前的那條 最好 弄多機的 Belangine 3個 會比較好一點 直到抽到你想要的位置 那 如果你抽到你想要的位置 那 如果抽到你想要的位置 可以把融爐燒掉 完全沒問題 就會變化了 什麼都沒有 如果抽到你想要的基因 可以把這個基因 跟這個基因 做法 要一顆鑽石有點貴 就放在一起 普通就不行 如果你是有材料 即是放了一些基因 你這樣放 就可以把基因放到這個基因 放到這個基因 那現在不行 基本上 這個基因可以儲齊 整個基因 整個基因 墨風 應該會有基因 現在看不下去 但是如果存在了 整個基因 如果存在了你想要的基因 即是這個 存在一顆基因 即是這個 就能去到這個 genetic imprinter 那裡 這部基因有什麼用 就可以把 你把基因裝了 在這個 Template上的基因 打到 這個蜜蜂裡面 即是 改變那個蜜蜂的基因 就能夠適應 你想要他想有的 你想他想有的東西 不是 你想他有的東西 就好像這樣 很清楚一點 基本上就是這樣,就是用這兩部機,用這個去抽那些基因出來 然後用工作台把你想要的基因集合在一起 再把那些基因打到蜜蜂那裡 但還是給大家一些貼士,由於蜜蜂其實是兩種基因,兩款基因 先打開你的東西,麻煩你,快出回來 大家看到兩邊,一個是Active和Inactive 這個就是Active的部分,中文不要理 就是這隻蜜蜂現在生存的時候會出現的東西 但Inactive這個部分就是,它變種的時候也會有這邊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想防止它不要出現Inactive這些東西 你就需要一隻公主再加一隻公蜂 那當然怎樣去出這東西呢 你就將一隻,如果你是變種的時候 就將它變出來的那隻皇后死了之後 那些蜜蜂不要再放在一起 就分開放在這個Imprinter裡面 就各自打一次那些基因進去那隻公蜂的公主裡面 那就令到它那條Inactive,那條不活躍的基因 就完全消失了,就可以完全變成你想去變那個樣子 那這個就是小貼士,關於這個基因改造的工程 那基本上就是下面這套是基 那,說了很久就夠了 那之後很久了